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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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方吹过这片土地 作词 李宗盛 细刷这枪 到正宁的铁蹄 我用旗帜 支撑着你 血可一流 头不能低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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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不能低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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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 哎 哎 换 哎 哎 God 只剩我养我的徒弟 笑言散去 笑看江夏日落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 大平 有爱 真的吗可怕 算是马路看的吧 是啊 说司令都给杀死了 好 司令 太军 司令官 放开了 同志们 要想建立新中国 首先要实行长期的抗战 争取最后的胜利 这样才能够建立一个幸福自由的新中国 别说 不 这城子 咱们政委这口条利了多了 说话 咱们这帮老粗也能听得明白了 不想刚来的时候 说十句有八句听不明白 嘿嘿嘿 从一个城里的大学生到咱们侦察大队的正内 这中间林侠走过的路可不简单 谁说不是 是啊 光是受你罗金宝的气 就够吃饱好几顿的 我那叫给他气瘦 我那是培养他 哦 你想想 没有我 他林侠能在革命队伍中成长得这么快吗 嘴硬吧你 不是你骑着马追人家去的时候了啊 证伟 我喜欢你 哎呦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变味了呢 我是这么说的 嘿嘿 你跟人家证伟怎么说的 这我没看见 反正你跟我就是这么说的 嘿嘿 行了行了 不就这点短路你手里呢 老这么说有意思 嘿 太有意思了 啊 我不但要天天说 还要把它编成快板 送给军分群演出队上柴说 高 你小子要敢把我们俩的事写成快板 我就把你那破板批了当柴手 我再把你俩手上敲舌了 我让你永远唱不成 你信吗 放开 你这也太歹毒了吧 不但把我板烧了 还要把手腕敲断了 您这比帝主老财还狠哪 行了行了 我不写 我不写还不成 瞎得我还挺疼 坐会儿 还对了老罗 昨天冯开山跟我说 地道已经挖好了 通到这座庙里的每个房间 机关也基本上完成了 可真快 老冯的伤怎么样了 这老冯一直带伤前吃工作 让他休息他就是不干 对了 我听说你派鲁平和张铁炮去德州 购买炸药和零件 是啊 咱们侦察大队越来越壮大 战事越来越多 咱们的兵工厂也得早日开张才是啊 我让老冯开了单子 把该买的货详细地列了出来 把卖货人和地点都告诉了他们 应该不会出差了 老罗 有件事啊 我一直想问你 什么事 咱们侦察大队 真有份鬼子汉奸的黑名单啊 说你精吧 你比谁都精 这要说你傻吧 也真算是傻偷 咱们有没有黑名单 你还不知道 那都是吓唬鬼子和汉奸的 让他们心有所计 让他们害怕 就像陈平选一样 如果咱们没有单敲 罗铁铲 陆冰 小野和铜彩菊 他能这么老实 主动配合咱们旧人吗 老罗 我看这招好使以后可以接着用 咱们就是要不断地积累 把这个敌后斗争搞巧搞活 搞得有声有色 头鞋日子 咱们虽然吃了点亏 但敌人的损失更大 兵源明显补充不足 动作也不如从前迅速 而且奇怪的是 那支神秘的日本特务队 这次竟然没有露面 是啊 平德公路上分区主力部队 狠敲了平原日伟军主力 这下是大伤了鬼子的元气 一时之间还恢复不过来 因此我们要利用这一有力实际 加强打击鬼子汉奸的力度 争取一举消灭神封嫂当队 对 要想消灭神封嫂当队 这首先啊 就要找到他们的巢穴 小翠花呢 就在靶头那间屋子养伤 白莲花跟凤子照顾她呢 看看去 正好啊 有几句话想问问她 我可不去 那种女人 盈盈艳艳的 动不动就往男人怀里扎 这谁秀得了啊 要求你去吧 你 老罗 我可提醒你啊 别让正乃看见 万一打翻了醋坛子 我可救不了你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就去看看病号吧 有这么复杂 鸭子死了嘴还硬呢 莲花妹子 凤子妹子 快别忙活了 我身上的伤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这几天 你们每天帮我擦两次伤口 换两次药 真是辛苦你们了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这有什么 你呀 是为咱侦察大队付的仗 这是我应该做的 队里的伤员多 小刘忙不过来 我们大把手 是应该的 小刘阿姨说了 必须擦干净伤口才能换药 要不会感染的 凤子真乖 谢谢你啊 莲花 热水来呢 投一下 拿来 谢谢凤子 莲花妹子 我发现咱们这个队伍里 都跟一家人似的 好 当官的没架子 当兵的 也没那么第三下四点头哈腰的 这叫官兵平等 是咱老八路的传统 哦 凤子 说得对 咱们的模范宣传员凤子 又在宣传三大积累八项主义了吧 凤子可了不起了 说起革命道理头头是道 有的连我都没听过 还得去问政委 嗯 好样的 从小啊 就正着水平高 以后啊 跟林侠阿姨一样 当政委 当政委管你 哎 你这个少人精 嗯 老罗叔和阿姨有话要说 我们先出去吧 走 怎么样 好些了吗 好些了吗 好多了 罗大哥 你又一次救了我的命 我还没有机会向你道谢呢 谢啥 那还不是应该的吗 如果说上次救你只是因为不忍 因为同情 那么这一次是不管牺牲有多大 代价有多高 也要把你救出来 否则 对不起你这番大义之举啊 崔华 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是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我们都很佩服你 不难过 虽然你的家产没了 房子没了 优越的生活没了 可你啊 却捡回了丧失已久的尊严 我早就说过 尊严是有代价的 在这个世道下 想挺起腰杆 堂堂正正的做中国人 不是件容易的事 也许 会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不是为了家产 不是为了房子 我是想到了邓文昌 我们想好快十年了 本因为他是真心对我 可谁知道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 我怎么没早看出他来 像邓文昌这种死心塌地的 非日本鬼子卖命的铁杆寒奸 早已没有廉耻之心 他连民族 连尊严 连祖宗都可以不要 就更不要说你了 只要是阻碍他升官发财的 就是亲爹亲娘都可以出卖 是 从前学戏的时候 戏词里有一句 少女不知王国恨 隔墙有唱后庭话 当时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就去问师父 师父说 这少女指的就是我们这些戏子 王老国还在江边唱曲儿 老罗哥 从今天起 我小翠花再也不做少女了 天下兴亡匹父有责 我也要加入你们 我也要抗日 翠花 说得好啊 老罗大哥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也算是我的引路人了 收下我 翠花 从今天起 您已经正式成为 八路军敌后武装侦察大队的一员 我们欢迎你 今天正式说的这些啊 我以前从来都没听说过 回去我得好好学习一下 庄伟你怎么了 没事儿 没事儿 你们走吧 我我跟你说 我记了脾气了 正伟 你没事儿吧 对不起啊 桂花 我走神了 你不要紧吧 没事儿 没事儿 正伟 你还好吧 还好 你快走啊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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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啊安心养伤 今后啊 会有用得着你的地方 我的伤不碍事儿 如果需要 我随时都能起来 翠花 上次在山里见面急匆匆的 没能想了 你在邓文昌身边 还有什么有价值的情况 能不能对我说说 对了 有这么一件事儿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那是邓文昌 被抓进治安司令部那天 我半夜去审讯室看他 说了没有几句话 突然进来一个日本人 那个人高个子 小脸盘 长得挺文气 说起话来却很阴森 而且那家伙的中国话 说得非常好 就跟中国老百姓一样 听不出任何区别来 他们没说几句话 就把我轰出去了 过了没一会儿 邓文昌就被释放了 回到家里 我问邓文昌 那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 他说叫山本 山本 我问邓文昌 怎么以前在县城里 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呢 邓文昌说 山本是个神秘人物 再问他他就什么都不说了 平原治安司令部的日本人 你都见过 都见过不敢说 但至少小队长以上级别的我都知道 那个山本刮着邵左的军衔 比小野的官还大 要是这样的人出现在平原 我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山本 一个神秘的日本军官 我还往下说吗 你接着说 其实我早就发现邓文昌的行动 有时候很奇怪 比如有一次他接到报告 说八路深夜在赵庄出现 他急匆匆地跑出去 走的却不是去治安司令部的路 我跟他说你走错了 司令部在这边 他正往挥挥手 竟直往城北去了 城北 是啊 城北 城北 义和大车厂就在城北 看起来我的分析没错 邓文昌果然是个知情人 什么知情人 哦 眼下我们正在寻找一支神秘的日本特务队 你说的这个山本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长官 而邓文昌也是受他指挥 配合他行动的 可据我所知 邓文昌的上司是小野呀 翠花 邓文昌在平原县除了住在你家里 还有没有其他住处 邓文昌在城西还有座宅子 他的原配老婆就住在那儿 哦 哦 邓文昌尔 曾文昌尔 邓文昌尔 李昌尔 邓文昌尔 今天你好像 哪有点不对呀 看你脸色也不好 你这是怎么了 没有 没什么 我虽然是乡下人 可也是女人哪 我能看得出 你喜欢大队长 我说对了不 刚来的女人叫 叫翠花吧 她 她好像也挺喜欢大队长 刚刚我走过门前 看到她和大队长 轻声细语说个没完 你也看见了 这两个人在房间里 手拉着手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咋说呢 像大队长那样的男人 又结实又能干 长得又俊 是女人谁不爱呀 政委 您可得看好了 有什么可看的 她要跟谁好 由她去 我才不稀罕 你可别赌气了 你和大队长 一个队长 一个政委 那是天生的一对 大家的眼睛都看着呢 万一闹得鸡飞蛋打 那可是既丢了人 又丢面子 实不瞒你 我看那个小翠花 伶牙地一齿 长得也是千娇百媚 背不住啊 大队长还真能喜欢上她 你可得多长个心眼 我的心眼 用在工作上 用在打鬼子上 不会用在这种地方 她要喜欢别人 由她去 瞧你说的 跟真事一样 哪儿跟哪儿呀 这不闲聊吗 好了 我不说了 你也别瞎想 山本 小翠花提供的这条线索 非常重要 这个山本 很有可能 就是神风扫荡队的特务头子 而且 小翠花还提起 我们在赵庄遇袭那天夜里 邓门长得到消息后 不是去司令部集合飞车队 而是向相反的城北方向去 义和大厦长就在城北啊 赵啊 这两下一队可以肯定 第一 这神风扫荡队就在平原县城 第二 邓门长和他们关系极深 因此啊 要想找到特务队 就必须从邓门长身上下手 你有什么想法 先派马小双进城 与赵万年取得联系 看看城里的情形怎么样 好 我马上去 这是你的书 还给你 怎么了 吃强药了 你才吃强药呢 罗金宝同志 从今天开始 你我至今只是普通的同志关系 其他的 应该免谈 这唱的哪出啊 突然疯了 不像啊 那你还不去看看去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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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问 您是哪根筋不对呀 还是抽了指甲疯了 干嘛呀 大喊大叫 摔摔打打的 谁那根筋不对 谁抽指甲疯了 不是 那你这怎么了这是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 我清楚什么我 把人家姑娘的手 轻轻握握 低声细语 什么作风 你这都哪跟哪啊 我和人家小翠花在谈工作 在谈神风扫当队 谈神风扫当队 用拉手吗 那是 没错 她是拉着我的手来着 那 那是她说 要加入咱们侦察大队 行了 别解释了 咱们丑话说在前头 你要是喜欢小翠花 趁早对我说 别搞得不清不楚 暧昧昧的 哪儿的事啊 怎么又出来她的妹妹了 哦 这小翠花还有妹妹 我说 我说的是暧昧 暧昧 暧昧什么意思 就是关系不清不楚 不甘不净 你说什么呢 我跟人家小翠花 清清白白的 你说你作为政委啊 你说这种话 你 你负责人吗 跟个女戏子搞在一起 能好得了吗 你看看她那副样子 说话就抛媚样 动不动就往男人怀里扑 什么东西 林医生 你身为侦察大队的政委 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不觉得脸红吗 女戏子怎么了 女戏子也是人 就是这个女戏子 在危机关头 拼着自己的性命 去营救张书记和刘鲁平 就是这个女戏子不惧一死 不怕艰险 跑到深山里给我们送信 就是这个女戏子 被打得遍体鳞伤 奄奄一息 却没有向敌人透露 只言片语 她是好样的 不比任何人低一头 也不比你临杀地 好了 我不想跟你吵 言之于此 你好自为之吧 你讲不讲道理啊你 老罗 老罗 怎么回事啊 你说 她说我跟小翠花 这不莫名其妙吗 你看看你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惹一身骚吧 哪种女人占卜得 哪种女人怎么了 你们这些人啊 从来凭着自己的喜好 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全世界的人都像你们 那才是好人 其他的都不是东西 哼 什么玩意儿 你 嘿 我这找谁惹着 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 什么太局 什么太局 事情我都听说了 罗金宝 闹得越来越凶了 罗铁铲 鲁冰 童彩菊 李中正 歼二连三的被杀 小叶司令官身负重伤 现在城里是人性惶惶啊 弟兄们提起罗金宝 和敌后武装侦察大队 吓得是半夜都不敢出门 鸽子有消息吗 还没有 他是我们最后一张王牌 情况怎么样 见到赵万年了吗 万年阁又升官了 李中正 李成奇数职都死了 伪军成了无头苍蝇 小叶下令 沈万年阁为治安军代大队打 也就是说 现在所有伪军都给赵万年管了 是啊 万年阁对我说 现在城里人心惶惶 只要提起咱们敌后武装侦察大队 那帮鬼子汉年到了晚上 连茅房都不敢上 好啊 这正是个好机会 我对万年阁说了 明天咱们要进城侦察 他说明早就安排两个班自己弟兄至今 好极了 沈子喝点水吧 凤子真乖 醉话沈子 你能不能教我唱一戏 当然可以啊 咱们凤子要是扮上了 一定是个大美人 进来 老罗叔 老罗大哥 是你啊 快快坐呀 本来啊 不想这么晚来打扰你 可是 老罗大哥 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 崔花姑娘 明天一早啊 你可能要跟我们进趟城 你看你这身体 没问题 这次侦察 就全靠你了 靠我 么 怎么我觉得你也要派我 肯定了 着 好 儿子 赫 Promised 说了些过头的话 想想挺不应该的 她又要打仗 又要挣扎 已经够累的了 我还用这种无聊的事 去烦她 其实 她和小翠花之间 能有什么样 不过是几句闲聊罢了 我真是有些 气人忧天 别傻了 大队长 现在就在小翠花的屋里 什么 这么完了 她还在小翠花的屋里 你看我还能骗你 好了好了 别诉了 光哭不是办法 政委 你得想个主意 把大队长 从那个女婿子手里 抢回来呀 桂花 你别说了 我想安静一会儿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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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住 干什么呢 王总 这不是李大哥吗 你怎么有空进城啊 卖点山货 发发力士 好 都是自己人 不用查了 进去吧 哎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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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快进来 快 老老叔 万娘 听小双说 你又生官来 临时的 小爷正从外地调人呢 眼下城里的情况怎么样 愧则汉奸 已经让咱们折腾得精疲力尽了 连着一个礼办的大搜查 非但没抓着一个拔路 反倒让咱们瞅准了空子 攻破了司令部 警察局救走被捕的同志 李中正死了 魏军投生四十多人 眼下职安军礼 能用的只剩下一百人左右 小爷啊 急得天天去转末 让我到四乡八镇去抓壮丁呢 现在啊 在平原城里 只要提起咱们敌后武装侦察大队 没有不恕大母哥的 鬼子汉奸那帮孙子 吓得夜里都不敢出来 真提气 好啊 眼下是最好的时机 翠华莲花 咱们兵分两路 找计划行事 嗯 这儿 就是这儿 请问你们找谁啊 哦 找邓家大奶奶 乡下有人给他带东西 哦 好 阿晴 来 进来 阿晴 二位稍等片刻 我去叫大奶奶 你们是从乡下来的 你给我听好了 有一封信 我要你亲自转交给邓文长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我的名字你应该听说过 小翠花 你就是小翠花 不错 你这个狐狸精 臭戏子 勾引我男人 还敢跑到我这儿来撒野 快 闭西东 闭上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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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给我听好了 老娘跟大汉奸邓文昌 早就恩断义绝 现在加入了 八路军敌后武装侦察大队 我要你立刻把这封信 亲自交到邓文昌手中 事情办不好 立刻要领你的贱命听到没有 听到了 听到了 饶命 饶命啊 请 走 给我灯好了 大能力 再来一杯 这龙头赖毛是最好的酒了 要不是小野送了几摊子 平时咱都喝不着 是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给 你们知道小野为什么要送这两摊子龙头赖毛给咱们了 不知道 不知道 看看平原县城 李中正叔侄死了 治安军死的死伤的伤 投降的投降 只留下百来号人 而日本人呢 被打得只剩下十几个人 到现在兵员还补充不上 眼下只能靠咱们飞车队卖命了 他送的这酒是卖命的酒 等着吧 早晚有一天 罗金宝的子弹 就敲在咱们脑袋上了 大哥 您是盖世英雄 怎么长他人志气 面自己威风呢 只要有大哥您在 有日本人给咱撑腰 还有这么多兄弟 他罗金宝再厉害 也没有三头六臂 只要大伙合计合计 弄不死他 老三说得好 那也没得 罗金宝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 早晚有一天 让他死在我邓某的手上 来 喝 来 喝 喝 喝 吃吃吃吃吃 你 你这个糟为啼的 你干什么 你 你和那个狐狸精聘头干得好事啊 你们不是人哪 你干什么乱七八糟 我没法活了 你们这对狗男女做下那种不要脸的事情 真不要脸 倒霉的事全都落在老娘我头上了 我不活了 你个臭女人 再好我一枪毙了你 到底怎么回事 这是你那个狐狸精屁头送来的 他现在已经投靠了八路了 要杀你呢 人民公敌铁杆汉奸邓文昌听着 而背叛国家背叛民族死心踏地的帮助日寇 迫害平原百姓 与日本特务神风扫荡对秘密勾结 现二三天之内向八路军敌后武装侦察大队 告知神风扫荡对下落 否则我们将代表人民代表边区政府判处你的死刑 行 是 好 好 你们几个现在就到后门去看看动静 瞧瞧有没有可疑的人 是 怎么还没动静啊 来 来 来 瞧着这 那马马跳 这马都跳棋盘外边去 真差一样 还这么毛躁 你不能耐心点 你感觉这正对后门 什么都看得见 我是背对着 什么也看不见 怎么没看见邓文昌啊 你还没看 嘘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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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看 二瓶坐 跟着 我 刚刚 我 站起来啦 你等我 来呀 来呀 过来 过来 平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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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平火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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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火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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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春 我在这 回 Sri 去 英珊 产透 它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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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翻唱或使用